大家好,欢迎收听民间故事,听有鬼事,60年代的三则一事 第一则 听妈妈说,老爷以前是面粉厂的正式员工 那时候需要到处出差 具体出差做什么,妈妈并没有跟我说的很仔细 虽然去的地方并没有很远 但是因为交通不是很发达的缘故 所以每次出差赶到家都很晚了 闲时老爷就给妈妈舅舅他们说 他出差晚上赶回家的路上遇到的那些怪事 因为我们那里是平原 所以大河大桥虽然不多 但是小河小桥却不少 以前比较穷 但是每家孩子却不少 因为比较贫穷 而意外夭折流产的孩子就比较多了 大多都被随意的丢在小桥底下 这在当时也不是什么秘密的事 老爷遇到的怪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老爷有次出差回家路上 骑着车子路过一个小桥 因为天黑桥比较窄 老爷就下来推着车子走 刚走到小桥中心 发现车子就推不动了 回头便看到车后 有一个穿红杜兜的小孩 跟他说 你陪我玩会儿吧 老爷也不怕 拿出烟和伙计 点着了根烟 抽了一口 回头一看 那个穿红杜兜的孩子 不见了 就推车走了 听到这儿我问妈妈 老爷那时候不怕吗 妈妈说 老爷说他不怕 因为那时候遇到的这事多了去了 有时候晚上回家 路上从桥上走过去的时候 能听到桥底下 好多娃娃在那吵啊 闹啊的 都习以为常了 一身第二则 这也是妈妈听老爷 讲他遇到的一事之一 上则说过 老爷是面粉厂的正式员工 出差是经常的事 每次到家 不是半夜 就是凌晨 还有就是 在那个年代的人 遇到这些事 好像都觉得正常 听妈妈说 这件事也是老爷 出差回家的路上 路过我们那儿的堤坝 然后看到岸边上 做了一个披头散发 穿着白衣的女子 在那颜面哭泣 看不到他的脸 老爷看到后 依然是点了根烟 悠哉悠哉的 从那儿过去 也不好奇 去看那女的长什么样 为什么在那儿哭 我问妈妈 为什么老爷 不好奇 那女的长什么样 妈妈说 老爷那代人 心里很清楚 那是什么东西 所以并不会去惹 些不必要的事 一根烟就解决了 一事第三章 这也是妈妈讲给我听的 是我大舅跟别人一起 耕地遇到的鬼事 以前收完粮食 耕地种地都讲 地里哪个什么商 也就是最佳耕地 种地时间的意思 妈妈说了 但是我不太明白 所以一般 为了这个最佳耕地种地的时间 有些人会忙半夜 这里的有些人 就是我大舅 还有那个帮忙的人 这里暂时叫那个人 就叫姨舅吧 他俩 大舅开着手扶 姨舅站在后面 挂得像是很多大尖钉 连在一起 倒立放在爬地的爬子上 在地里循环 转着跑 就是为了把刚离过地的那些大土块 给它弄碎成很小的碎土 手扶是以前耕地用的机器 前面俩小轮 后面俩大轮 前面俩小轮上面有个热水箱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 记得这种耕地机器 转了几圈后 发现柴油不多了 因为忙完大舅家的地 还要去姨舅地里去忙 商量过后 姨舅对大舅说 你先开着 我赶紧回去提胡油 大舅回了生好 就接着忙了 在那个年代 所有去世的人还都是土葬 就是下面是棺材 上面是土丘 很大一堆土那样 那时候这叫坟堆 而且那时候下葬 没有说谁家人必须葬在谁家地里 几乎每家地里都有几个自己家人都不知道是谁家去世的人的坟堆 大舅自己开车转了两圈 第三圈的时候 快开过那三个坟堆的时候 突然感觉后面的耙子上面突然一沉 跟站了一个人似的 大舅以为姨舅回来了 也没多想 因为机器声音比较大 大舅头也没回 就大声喊的问了去 你咋跑那么快 才多半会儿 你就回了 刚咋都没看见你 油呢 拿了几壶 半天没见姨舅回答 大舅才想回头看一下 才发现耙子上坐着一个没头的人 大舅瞬间汗毛乍起 加快速度往家开去 半路遇到了提油来地里的姨舅 回头再看不知什么时候 那个无头鬼已经不在了 这是大舅才惊魂未定的 跟姨舅说了时间的大概 无论是咋说 大舅都不愿意再去地里了 感谢我是停尽卧 分享的故事 还有最佳耕种时间 那个叫宝伤 首服那个叫拖来机 还有爬地的 那个叫里爬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阿浩 咱们下期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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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